大家好,今天是7月3日,下半年的第二个交易日是星期三 今天开始比较好表现,升了上去 所以升的板块里面是占了比较多,有超过一半左右 我们看看有什么股票可以考虑一下 上升五个最多的板块也是有保险 这跟A股普遍做好都没有关系 交通接司即公路股等,已经说了很久 反映了,距离排高息 以中国经济比较,运较长黄 农业产品比较多,波动大 看看保险方面 保险方面都是很硬的,不是很小 很显现保险股普遍整个板块向好 不是因为有太小的东西 但突然上升多了,不是这样 而河普遍都是比较大的股票 公路股也一样 不用说了,已经看好很多次了 再接着,农业产品方面 就是个别去看,有些是大一点的 有些是很小的,没得好说 其次是指挖林业,都是比较小的东西 也影响不大 零售方面,除了中缅比较大一点的 其他这些都是比较小的 这些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再看看其他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基本上除了波斯登 波斯登因为它自己配股 所以跌了很多 其他一些是白牛龟的股票 例如腾讯、商湯、现前银行等 这些都看到有上升 这就比较好 那我们再看看 港股方面 其次方面 其次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 跌前保利的通道大了之后 跟着上升 未中美脱离险境 一定要等到上升 上升了波利的通道中 即是是180 49 这样才好 否则都是现水平整股 最主要不要跌下去 现水平整股 就可以再向 逐渐去妄想 今天我们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 第一次留意是九仓